看看新闻榜 是这样子的 那些年我坐在屏幕前 看着符文晓和谢梦 又一年 我在屏幕前 看着叶子轩和关心 而今年 我自己来到了这个舞台 希望能够牵走 我心目中的那个她 多少年过去了一下 真的是 这一说三年了 是这样子的 因为各位女嘉宾 在这边录节目 也非常的累 我带了一份寿司 想要犒劳一下大家 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做的 真的是自己做的 第一次 第一次做 当然 那你们也敢吃吗 放心吧 吃不死人的 一年 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舞台上 暂时时间越传越长 我觉得这个节目也可以 兼做一些这个 农业的饲料节目 是吧 有这种功能 每次上来都开始喂 一个一个喂 喂我 饲养当中会出现这样 不太 别喂我 满足这个饲养员的这个 小豆腐 小豆腐 他不要给我 这我比较担心的是 为了这么一圈了 票数一点都没有上升啊 这52票怎么办呢 我今天给大家唱首歌 先让我吃完 我们不想听 吃完以后唱歌 我们就想听 吃在嘴里面唱歌 我们就想听 一闪一闪两晴气 留下岁月的痕迹 站在我眼中 你的笑 依然的美丽 我依然爱你 我依然爱你 或许是命中注定 我依然珍惜 我依然珍惜 时时刻刻的幸福 你每个呼吸 每个动作 每个表情 到永远 一定会依然爱你 你是我见过的唱歌 唱得最好的工程师 76票有请 陆老师给他的歌声 给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我觉得 每一个动情的歌声里面 一定是有内容的 这个内容是包含的 哪位女嘉宾 来选择他的号码 这边八个 那边八个 你别数不清楚 从一一直数到16 好 那好 那你再来看看 这电脑为你匹配的人是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电脑认为你们俩合适 好了 各位女嘉宾 来告诉我第一印象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其实人家都说 吃别人的嘴短 我应该说好话的 但是我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陆老师在问 这寿司是你做的吗 一般人的反应应该是 当然是我做呀 但是你愣住了 停了几秒说 是我做的 后来还解释了一句 是我第一次做 所以我觉得 不像真话是吧 但是看这个寿司的指量 就这水平还能是别人带的 对啊 看这个寿司的指量 我觉得也有可能 是你自己做的了 真正最有权利评价 你寿司的人出现了 来自寿司的故乡 男嘉宾你好 这是给你一个建议 这是你吃过最难吃的寿司吧 是的 你还真不客气 其实你不要看寿司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是需要它的材料 还有味道去完成它的一种美食 建议你以后放一点醋 那种米醋 这样的话米饭的口感也好 饭和它的里面的材料的结合 也会口感会更好 谢谢你 你的这番话 是我以后做措施 最大的一个动力 结果没做成日本味 做成山西味了 酸酸酸 男嘉宾你好呀 你好 我刚才看你走下来 怎么有一种 让我想起一种动物 就是孔雀 一种傲视群雄的感觉 就整个人就觉得你是 目空一切 目中无人 然后你就那么端着就这样下来了 其实孔雀开瓶是为了什么 炫耀 孔雀是在求偶的时候会开瓶 可是我们四川有句话叫做 孔雀开瓶自作多情 首先我要感染自己才能感染你们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男嘉宾的微笑 哈喽大家好 我叫陆灵慧 二十五岁 来自上海 那我现在在空间电源研究所担任技师一职 我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为了电源的分系统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看着神舟 天宫 北斗 在天上一颗一颗的发射成功 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那平时呢 我的兴趣爱好也很广泛 下了班之后呢 我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往健身房走 作为一个男人的话 拥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也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我每周会至少抽出一天的时间去学素描 因为我觉得我的性质比较严 我要学会让自己能够安静的下来 素描就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 然后呢在家我很喜欢做菜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吃货 上海的本帮菜我应该全都非常拿手 而且色 香 味 俱全哦 我儿子是一个很有孝心 爱心 责任心的人 我希望我儿子找一个呢 也有爱心 孝心 责任心的女孩子 反正我儿子喜欢的呢 我也喜欢 儿子加油 好 我们继续翻开副课台 看看还有什么呢 好 是二工大的机电专业的本科 现在在上海航天院的811页研究所 年薪9万 请问你是做什么方面研究呢 我们做的是电化学方面的研究 像你们看到的神州 天宫 北斗 上面的一些电源分系统 都是由我们所负责的 哇 哈利班牙所的全名叫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是的 家务全能 就叫人肉点唱机 这个同事呢都已结婚了 家电君妈妈营 这是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 家务全能的话 其实作为一个80后 我从小到大也不怎么做家务 直到是有一年 我的母亲是因为身体的开刀 所以去住进了医院 然后我父亲的生意又非常的忙 所以说家里这一块的单子 就全都落到我的身上了 这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 家电君妈妈营什么意思 我妈妈是爱乐乐团的 她是唱美声的 然后她经常在外面得奖 所以说家里这些 爱乐乐团 对 爱乐乐团 爱乐乐团吗 不好意思 是爱乐乐团 然后家里的这些家电 都是她在那里比赛赢的 这个恋爱过一次 这个女友呢出国了 是日系长话 好了 各位可以开始跟她交流 你还在75度的时候 特别像一个歌手薛之谦 谢谢 对 然后你第三刚才说是 人又点唱机 那我这边点几首 你都会唱吗 可以挑战一下吧 那个她既然说长得 有点神似薛之谦 那就唱一个认真的学会吗 学校的那么伤 傻的那么认真 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 好了 这也你肯定不会 数鸭子 会啊 要神似 俏皮的感觉 准备 起 嘎嘎嘎嘎嘎嘎嘎 我是一只鸭 错了你 是我个鸭这样唱的 门前大翘霞 游过一气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 我跑掉了吗 阿南亚鸭 你能唱一首张学友的歌吗 就是如果这都不算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捏歇你的感慨 只怪我自己活该 唱一首赞美编吧 这个一定要有人替我办舞 那你挑吧 妞妞吗 其实他这样捂着脸 就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 本来我都没想到他 你们点歌点得那么欢 我一定要你跳舞 来吧 开始咯 再没编不知爱何时出现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 单听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 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 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 没有时间吃饭 上网倒眼惊酸 可这次发达好有效率 而生活的结果比我们 超过快一万辈子 怎么能够满足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 那边看我们单身 我还十几个小时上 所有观众都老了 坐回这些飞机快速公路 一再多 聪明的人知道 谁就是全员把握 失控之前要吸一口气 康贤祖让我向你学习 这么梦幻 没人比你浪漫 似本你的流传我只能说赞 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 但奇怪是没有找到我的一份爱 我觉得他让我对航天科技人 有了一个颠覆的印象 真的 以前我们说到 搞这种航天电子工业的男孩子 可能都是戴着一部眼镜 好手雄精一天到晚 在看那个工程书 多现代啊 多时髦啊 其实我这次出来之前 领导给我下了一个任务 说小路 你要打破 世人对航天人员的印象 你要展现我们航天人员的风采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前面也不止一次提到说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都已经结婚了 也写在牌上面了 那你是不是有一种想法 就是我想 我为了结束单身 而结束单身 你准备好要结婚了吗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 我都是已经可以开始谈恋爱 但是我的感情 一共是经历了四年的空白期 我同事这方面 只可以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给了我一个动力 你四年没有谈过恋爱 我估计可能像他这样 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需要花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吗 那我们就接下来为他投票了 一个颠覆了我们对航天人印象的优秀的小伙子 可以获得女嘉宾多少张扑克牌呢 来 请按键 接下来的时间 你可以有机会了解女嘉宾了 16位女嘉宾 你最想问她们什么问题 我想问1号和11号一个问题 你们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哪一部 佟一轩 我之前有在节目说过 探探你个号 我有看过很多电影 但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脑子里实在没有浮现出哪一部 好的 没问题 其实我觉得你 11号和1号 我觉得你们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佟一轩你有没有看过《龙门客栈》 有 你就是里面那个金香玉 就你有江湖气 她那一部 然后石韵珍你让我想到了《罗马假日》里面的《澳大地贺本》 你这让佟一轩不是 老雅逼你 你到底什么意思 对不对 没有 其实我 怎么就我们俩差异这么大呢 你挺好的 我没有那种贺本的那种高贵气质吗 其实金香玉我也很喜欢的 那你更喜欢哪个 不告诉你 问题问完了是吗 那接下来你可以向我们的女嘉宾提出你的基本要求了 一共17张扑克牌为你翻开 所以最多可以提满7个要求 请提第1个要求 第1个问题 不喜欢粉红色的请翻牌 这好像比较少见 我觉得大多数女孩都会喜欢粉红色 但是我觉得你也很奇怪 喜欢不喜欢什么颜色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看你也没穿什么粉红色的衣服 我喜欢我的女朋友穿着粉红色的衣服 完了今天没有 其实这并不是硬性的要求 我可以提第二个问题吗 可以 我希望我的女朋友有一头过肩的长大 如果没有的请翻牌 过肩那就胡小姐没了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我每周末会抽出一天的时间去健身房 或者是去学塑料 如果说不能给我放假的请翻牌 不能给她这个时间的请翻牌 嗯 食人物你不愿意给她这个时间吗 她的业余爱好并不是什么不良嗜好 是不是健康呢 追求一下艺术有什么不好呢 我知道 但是因为有时候我的工作 如果不能排除休息的话 就是很难保证 我每次都可以帮你抽出时间 不是我不愿意 好的 谢谢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 我希望女孩子的皮肤比较白 至少要比我胳膊上的皮肤要白一点 上面那一段 你觉得现场有哪个女生的皮肤不够白 对啊 我觉得她们都挺白的 是吗 那你选一个最不够白的 同一圈是吧 我知道你想说她 不是针对学校圈 我只是 你真的说的是我 没有 真的哥们儿 我一直厉听你到现在 没有 那是我说的 不是你说的 来不及了 现在特别遗憾 没有牌了 没牌了 小龙 你还真别着急啊 刚才那电脑 也为你找出一位姑娘来 你想不想跟这个姑娘见个面 我放弃这个机会 还是要选择 在我手机上留的这个号码的这个人 对 这个人没为你留牌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要请出的是 十一号 石韵珍 石韵珍来到台上 请你说出喜欢石韵珍的原因 你好 石韵珍 你好 其实 其实我现在很紧张 我有千言万语 但我现在不知该从何说起 今天我带来一份礼物 今天我带来一份礼物 想要送给你 是我为你画的一幅画 这是你对着电视上的她画的吗 对 我有看她的微博 虽然说我学素描时间没有太久 但这幅画是我在家修修改改 花了一个星期 可能还不是很像 但我真的有很用心的在画 希望你能喜欢 可以收下吗 好 其实我是真的非常非常想要照顾你 我会做家务 我会烧菜 你想吃什么 我都可以做给你吃 也是该揭晓谜底的时候了 其实有看你节目的话 人都应该知道 你第一次上台就是带了一份寿司 然后我也知道你很喜欢做寿司 所以说我今天为了你去做寿司 所以即使不那么可口 我觉得也能尽到我的一份心意 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学做寿司 然后怎么说呢 你就是我心目中女神的那种形象 所以说我今天选择你 希望能够跟你牵手 如果因为很多男生也是为你而来的 他们都失败了 伴着那首没有那么简单退场 我希望今天 我不要这样 希望能够牵你的手 一起离开 你其实让我好感动 你知道吗 在这个舞台上 我有收到过很多礼物 但是你今天这幅画 是最让我感动的 因为是用心的 自己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好久了 其实当中也有被男生拒绝过 也有那些男生对我有好感 但是我对他们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 你的真诚还挺感动我的 可是 怎么说 我觉得 始终觉得你的内心不够强 包括昨天 你有在微博上私信我跟我说 说你很紧张是吗 是 其实昨天在微博上面 对你说的那些话 我只是想要引起你的注意 我来这个节目 就是为了你 不为了别人 可能我现在在 在你眼中是比较稚嫩的 但是 请你相信我 我会长大 我会给你一个 可以依靠的肩膀 我决定今天跟你牵手 这么久我都没有找到自己 一见钟情的人 我想把这个位置留给 更加需要的人 我愿意跟你做朋友 我不会让你 我今天的选择后悔 我会用我的真诚 在今后打动你 虽然说没有为爱而松口 但是至少愿意跟你牵手离开了 就算是第一步吧 好吗 来 送给你们 朗尿黄金的精美饰品 由天窝封闭酒茶 提供的价值3000元的旅游券 以及帅汤小厨宝一队 季芦一真之为 加入昨天的揍会 昨天你来不及 明天就会特 mansion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我